南无本师释迦蒙佛 无上圣生为妙法 百千万解南朝运 我今见闻得寿时 愿解如来真实义 各位就是大家阿弥陀佛 我们看课本187页 我们现在讲到这个缘起 我们说过缘起最主要是在讲 我们这个声音到底是怎么来的 因为我们所有的痛苦都是由于有这个生命而来 可是生命到底怎么来的 为什么会有这种生命 就是我为什么存在这世界 为什么受这些苦 佛法其实是要解决生命中的苦 所以去探讨它的原因是什么 那佛所在菩提树下 发现到的真理 其实就是苦 它到底是怎么形成的 这个详细说来就叫做十二元起 十二元起就是这里在说的 无名言血言行言 事言名色 名色言六入 六入言处 出言受 受言爱 爱言取言勇 有 有言生老病死 多悲苦难 就是这个苦到底是怎么来的 推解到最前面 就是那么 事跟爱 其实就是这样 就是无名跟贪爱 所以常常说 无名为父 贪爱的因 从事说或从贪爱说都可以 那知道这些做什么 知道这样才能够从阴上下手 就好像说 为什么会有土石流 原因在哪里 你就可以去繁放 去治疗 去对治 那知道病是哪里生出来的 苦是哪里生出来的 你就可以去预防治疗 对治 好 那这个是所谓的元起 那知道元起 除了离苦 离现在的苦 究竟 其实最重要的是要离究竟的苦 因为你知道了元起 你就知道那个根本因是什么 那么你就去对治那个根本因 就是根本的苦因 那个因断了 那么整个苦 整个苦 他就决定可以断 所以佛法 我们这么说 其实这样的佛法 很多人学佛学很久都不知道 念经念很久都不知道 因为我们平常念佛送经拜参慈见 乃至于观呼吸 所谓的修行 基本上都没有要连结到这个地方 就是什么 断苦因 我们总觉得我们这样做就有功能 那么自然而然 那么苦就会远离 不是的 你要拔除那个根本 那如果我们就前面说的我们稍微 就是说我们生死 生死的根本原因就是无名跟贪爱 那后面稍微 后面稍微 后面就会解释 那无名是什么 无名就是不知道无我 不知无我 那因为不知无我 依这个我 而对境界的懒着 这个就是我所贪爱 贪爱我所拥有的 我想吃的 我喜欢吃的 我喜欢看的 我所拥有的 这个就是 不知道无我 那这个是 因为不知道无我 有我贱 有我贱 这个就是我贱 那么其我爱 那么我爱之后就有我所爱 开始对境界揽桌 那么说 开始对境界齐揽桌 那么由这样就产生出 就是无名原形 行零四四言零色零色零六路 就开始 等于等下后面稍微会想 那我们现在先稍微理解 就是综合来说 那由无名看爱 所以我们现在知道 那就是 那么就是 那么就开始爱 取 那这里之后就开始 营造未来的生命 有 有 然后又开始 就有生老病死 幽悲苦恼 然后来自老病死 老死 苦恼 就不断不断的循环 不断不断的循环 所以现在我们已经知道这个要从哪里断起 很简单 就是要从消除无名断起 那如果无名一下子没那么快断 因为他无名是根深底固的 但是一部分了解无名 漸漸去除这个无名 那一部分从克制贪爱做起 那贪爱基本上要先从欲贪做起 因为贪爱有分三个层次 叫做欲贪 色贪 无色贪 欲见 我们这个世界特征就是对古欲 迷恋 直取 欲贪 色贪 无色贪 就是贪爱 色贪 无色贪 那重点 如果是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 人的修行 那我们要针对人 就好像你在加拿大开车 这个车要针对加拿大的气候 因为它天然地动 所以要加引擎防冻 那如果在台湾 因为在非洲 或是在台湾过热 你要加那个防止过热的 就不一样 那我们人 我们人就是要解决人的问题 娑婆世界的人 就要解决娑婆世界的人 那人的特点就是他在欲见 欲见有六道 那天道跟人道又不太一样 那问题不一样 好像说你那个卫生不好的人 他容易有皮肤病 那个比较干燥的气候 他皮肤容易烈 那所以针对不同的问题 他必须有不同的解决方法 那佛陀跟我们讲的是我们这个欲见的人 欲见的人的修行方法 那是要解决我们的问题 那我们了解这个 我们才知道我们要从哪里下手 要从哪里治疗 要从哪里控制 因为整个佛法看起来就是祸夜苦 如果我们讲延企 简单的讲 无名为戊 那简单的讲就是祸夜苦 他基本上是怎样 这个祸 然后起夜 造夜 夜成熟受苦 因为这个苦又起祸 又造夜又造 就这个行为 那如果从无名贪爱他是这样 因为无名 无名跟贪爱起贪爱 那贪爱造业 爱去有 又造业 又有有 有有老死 生死 又有生死 有孕生 那生死中 又起无名就这样 不断 那不断的循环 所以你知道 这问题的癥结在哪里 就比较容易 这问题出在哪里 所以学习佛法最重要是找出那个什么 延因 所以四地叫做苦其灭道 延起就是苦其灭道 延起就是四地 就是在讲八正道 正确的方法 我们看 延起 我们现在是在讲延起 那延起它基本上是这样 有因有缘 世间止 它是总说 那如果详细说就是五女缘形 行缘是四缘不是胜 三之五之十二之 就像这样 有因有缘世间止 那这个世间当然最重要就是 我们的有情世间人 那五云世间 那有因有缘世间密 这个我们要很熟悉 那我们要常常想 那这个就是苦 世间是苦 苦是来自于他的因 所谓急 这个是苦急 我们这个世间是有因有缘的 我们这个身心是有因有缘的 我们所谓做人是有因有缘的 我们所谓做一个男的 一个在台湾的人也是有因有缘的 非常这样 长得这个样子 有这样的父母 有这样的兄弟姐妹 在这个时代都是有因有缘 那么这个因缘 当然就是烦恼跟业 烦恼跟业 如果从因来讲 那么基本上 这个苦的 直接因是业 那么为什么要造业呢 因为烦恼 所以就不能 获越苦 获越苦 跟随我们化者 那有因有缘世间密 这个是 灭就是苦灭 其实就是灭盘 灭盘是苦完全的起灭 那这个灭就是灭盘 那有因有缘是什么 就是灭盘 那灭主要是戒定灭 戒定灭 那重点是定灭灭 那所以苦疾灭盘 那这个就是四季 那四季就是元吉 那这个盗 这个盗 最主要是这个 这个是灭苦之灯 你没有这个 你就没有这个 但是你这个方法到 你一定要知道苦因 你如果不知道疾 就是不知道苦因 你不知道方法 你要知道病因在哪里 你才好对症下药啊 那你不知道苦因 你不知道苦因 你头痛医头 脚痛医脚 医不好病 治标不治本 没有办法 所以你一定要先知道这个 急 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 我们这样的痛苦 到底是什么原因 察觉起来就是烦恼跟厌 那是什么样的烦恼 才会形成这种轮回的厌 就是这样 无名跟泰安 你把整个 整个拿来看 就是这样 所以为了要解决 所以你的重点要放在哪里 不管你修建 修建社会 不管你诵经念 无拜佛 吃树 朝山 不管你什么 你的核心就是要 让你有力量 那个力量包装 你的心有力量 你安定 稳定 那 这个心 有力量 然后有智慧 然后才能办这个烦恼 那什么让你没力量 烦恼 所以你要先让心没有善恨 集中 这个就是电 没有障碍 这个就是戒 然后心再有力量 然后断这个烦恼 那一开始没有 所以要先让那个障碍越来越少 就是什么 就好像你要点火 你有火 你有木头 有甘草 你有错 甘草一点就来 你也有那个打火器 或是你有火柴 可是风太大 你刚点上 风一来就缺掉了 没有了 你点了好几根烂灰了 十几根火柴 都点不着火 一点着 刚还没烧起来 火又缺掉 没有了 那下雨 刚点着 没有风 可是雨来 撕掉了 没有了 所以你要有防风防雨 这个就是戒 戒 你防这些 那你那个火还要集中 那那个就是电 你那个火一下子上开 风吹又没有了 那你只有防风防雨 但是你的火没有力量 火力 火源不足 木头太湿都没办法 所以 所有的修行 所有的修行 就是要把这个烦恼去掉 可是要去掉烦恼之前 要有一些方便 那我们所做的一切 包括我们来听阶 为什么要听阶 要有智慧 为什么要有智慧 智慧才知道 智慧才知道 怎么样做才有效 怎么样做才对 那你怎么样做 才可以真正把烦恼去掉 那而且智慧才知道 我现在是有苦的 因为我们常常 很多人是所谓不休息 是因为他没有感受到苦 那并不是他不苦 他没有感受到 或是对于苦有现在的 有未来的 那你现在也许不苦 可是你未来一定会苦 一定有老病死的 一定有轮回 你现在虽然过得好 但不保证你一直都这样好 那可是我们不知道 所以先要知苦 先要知苦 然后查明苦因 你先要感受到有苦 然后查明苦因 然后找灭苦的方法 然后把苦灭掉 要一段时间 持续依这个方法 把苦 就像吃药 吃一段时间把病去掉 那这个过程 你其实就是世帝 那缘起就是世帝 世帝就是八真道 八真道就是界定位 不过就是这样 那现在 现在我们要把 很多人其实学佛 学了很久 他都没有把 问题的真结看清楚 他没有把问题的真结看清楚 问题的真结在哪里 在五年 不知五五 所以我们之所以 那么用功 又持戒 又对世界的武艺 又不能没有 又不能太多 就是我们要克制 我们这时候要控制我们 克制我们的情绪 克制 我们 我们染灼武艺的心 不就是为了修行 那修行是为了什么 为了要有智慧 有智慧要做什么 就是为了要离苦啊 现在 我宁愿让我自己 受到一点点苦 因为 很多人认为修行就吃苦 其实修行不苦 像说 我刚吃醋的时候 很多人就认为 哎呀 怎么这么可怜 吃素都不能吃肉 好像吃素很苦 其实你吃素吃习惯 就知道吃素不苦 觉得吃肉才苦 可是他们吃肉的人 就会觉得吃素很苦 然后就觉得 哎呀那你 你都不能去唱歌跳舞 这样是不是很苦 不是 我真的能打坐 比你唱歌跳舞 还快乐 你都不知道 但是他们会觉得你很苦 其实不苦 那所以 这种 但是 你刚开始 刚开始修行 总是 你想 你喜欢做的 因为顺于我们母欲的 我们不能做 似乎会有一点点苦 感觉到苦 但我之所以 愿意这样受苦来修行 就是为什么 那我以后不苦 就好像你身边的人 要去住院 那如果说 要吃药 吃药不苦吗 吃药苦啊 可是为什么这么难吃的药 吃了很苦 你还要吃 吃了 我以后这些苦 病的苦就会没有啊 我不吃这些病的苦 会加重更苦啊 以小苦 来换大苦 值得啊 以短暂的苦 来换究竟的苦 值得啊 为什么不值得 那所以 所以 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其实就是 为了要留究竟的苦 可是 你没有找对苦因 忙修下恋 不是办法 所以 重点就是无我 凡夫跟圣者的差别 在于 知不知无我 你知无我 你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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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白正确的知道无我 就是 确认了 确认无我 这种无我 就像圆起了 应该圆起无我 圆起 无自信 无自信 就是无我 那么 你重点是要知道无我 凡夫跟圣者 不在有烦恼跟没烦恼 凡夫跟圣者 都有烦恼 除了佛跟阿罗汉没有 出国 二国三国 都有烦恼 都有探生心 但是 为什么一个 都有探生心 为什么你是凡夫 我是圣者 你是圣者 我是凡夫 差别在哪里 一个知道有我 一个不知道 一个知道无我 一个知道有我 就差别在这里 一个 见了圆起无我 一个不知道 这个差别就在这里 所以我们一切的修行 一切的努力 一切的用功 其实都要通向什么 诸法无我 一定都要通向诸法无我 只有 只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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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棄入了诸法无我 你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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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拥有烈恼之志 就是 没有苦的之间 苦 苦运不会再赤胜 烦恼不会再赤胜 贪嗔痴 不会像苦再伤 不会 必须要 这个是关键 所以 重点够在 正在这里 因为我们现在的 佛教环境 修行环境 从年轻下来 都没有接触到 这个 都没有接触到无我 虽然 心心片片片 官司在国法行政波的外面 照见五音皆空 其实你的五音是不空的 你根本没有去想到 无我 是什么 没有去想到 只想到 我要念佛 我要见阿尼陀 我要往生 我要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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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般没有接触到 那我是谁 为什么有我 为什么有苦 你不会想这些 但是 核心是 其实 所有的佛法 都要通到这边 你们 至今刚经也这么讲 那么 如果 正得无我的菩萨 如来说明真是菩萨 若菩萨正得无我法者 如来说明真是菩萨 其实真正的菩萨 要从什么 要从正得无我开始说 那这个后面 书也有讲 我们来看 所以我们必须要把 这个问题拉到 佛法的最核心 就是怎么样正无我 我们烦恼到底是怎么升起的 现在就讲这个 好 现在先看 十二支元起中的世 他这个既是 元世有名色 从世有六处 跟进相色处 从处生名寿 元寿其一爱 爱真则名取 因世其后有 生老死相成 所有的苦都有这个 都有这个 五蕴胜 五蕴赤胜 都是从这个 五蕴生 因为苦 不外物是生苦跟心苦 就是生心的作用 你的苦不外物是生苦跟心苦 这个身心存在 他就有生苦跟心苦 可是身心为什么会存在 就是讲这个 就是苦 苦到底从哪里来 那生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十二支中的世 是一起生命的开始 一般叫做路开始 这里现在导致是从 所谓的路胎 这个叫做胎生血 就是有不一般来解释元旗的 这一种观念来说 那不一定都是这么说 就是我们说的 三四两穷原果 从这个地方来讲 比较好解释 好 那也有不从这样讲 但是我们先从这个地方来看 所以说这个 他说十二支中的世 是一起生命的开始 有些经典从世之所起 这因为推求现实的身心魔道 现实就是我们现在的身心 我们自己想要想想 我们现在的这个生命现象 到达世的结身相续阶段 以到了生死夜报世的核心 所以就到最前面 就是有一个新世开始 那因为这个生命刚形成的时候 还没有这个身心魔道 可是那个是已经有 就是在妈妈肚子里面 还是一个漏洞 开始开始发展 发展 发展 伸展 那个时候 大部分 大部分 大部分都已经入胎了 但是也有例外 也有例外 一般来讲 这个 入胎是从肩软而合 一般叫精血合合 护精无血 就是护精无暖 精卵合合 那个时候就开始入胎了 大部分 但有一些人 有一些是 就是他的福报的问题 那么 他有一些是 要出生的时候才入胎 像佛祖这种 他并不是在妈妈肚子里面 十个月 要生了他才从高力量 那是这样说 但是有一些就是 这个入胎是 你给人会换 就是说 那么前三个月是一个入胎次 那后三个月 这个入胎是什么 又一个胎进来 其实已经换了人了 但是也有这样子 他比较少 那大部分都是 精卵合合就开始入胎 可是那个时候 还是一个 还是一个 受精卵而已 那慢慢慢慢长 慢慢长 那一开始 什么都没有 那时就有一个 也是像心脏 心脏是最开始的 头脑还没有 开始跳动 跳动 跳动 有一个 有一个小小的心脏 就跳动 开始 一开始是这样的 那受精卵的时候 当然还没有 但是慢慢开始 最开始是有心脏 然后慢慢慢慢 开始长出手 脚 有鼻 六根开始长得来 如果我们从 从这个生物血的观点来看 确实是 那是 开始有一个 有一个意识的东西上来问 那如果是暖身的 他当然就不一定在慢慢的 他在那个蛋壳里面 他在蛋壳里面 然后开始 你呼化他才有 你不呼化 他就死掉 他就离开了 那你开始呼化他 他就离开了 那没有呼化他 他就走掉 又死掉 又去入其他的台 就是其他的暖 那化身又不是这样 因为还有化身的 化身没有暖 也没有受精卵 他 这个天然又生的时候 他感觉到 他就在他的 怒然之间 在他的膝盖 在他哪里就化身出来了 他又不一样 但是基本上 都是有叶叶 但是我们现在讲的 这个是人 人有入胎 人有入胎 那所以 所以这个是入胎 那入胎 一经典来讲 哪有分 你正面入胎 有入胎 住胎 跟出胎 三种不一样 你入胎的时候 是正面分明 那这种 比较少 像佛陀要入胎 摩尤夫人 他要入摩尤夫人 他也是正面分明去的 那住胎的时候 也正面分明 出胎的时候 也正面分明 那这个比较少 这个一般来讲 是胜者 比如说 你这一生已经正出国 你这一生已经正出国 那 你到天上 因为你这一生正出国 你下一辈子 就要到天上去 一般是怎样 除了你发业 再来人间 不然你就会到天上 你有福报 那 直到天上去的时候 天府上见 又要来人间 因为你是正出国 你的那个佛法非常的深刻 你已经正出国 所以 但是还是有烦恼 还是有遇胎 还有 那 但是这个时候 你有可能 你要入胎的时候 你会挑妇女 那我要 我要到这一人家去 因为他有佛法的一面 或怎么样 他就会观察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你是正面分明 那 入胎是清准的 那我们一般是入胎也不知道 随着业历 我已经在这里了 就入胎了 那 有些是不知道 住胎 入胎也不知道 住胎也不知道 出胎也不知道 出胎也不知道 后来就慢慢慢慢知道 那 他部分人也是这样 那 像 聖者的话 出口还有七次 拿来做人 三国就不来了 三国到 我们社界 他不来 他不入胎 出口二口还会 那么他可能是清楚 然后住在妈妈肚子里面 他都清楚 住胎也清楚 出胎生出来的时候也清楚 有些是入胎清楚 住胎 出胎不清楚 有些是入胎 住胎清楚 出胎的时候就不清楚 因为出胎要 要比较辛苦 他可能就忘记了 那有些是才清楚 那有一些 我看那个 我看那个记录 有些小孩子出生时 他是清楚的 但是过了没多久 就渐渐渐渐渐渐 他是有前世记忆的 那 这个又有分 就是入胎 入胎是正面的 然后住胎也正面 出胎也正面 那有一些是 有一些是 入胎正面 住胎正面 出胎就不正面 有一些是 入胎正面 住胎就不正面 住胎不正面 出胎就不正面 那多数的人 多数的凡夫 入胎 他不晓得要生到哪里去 不晓得在哪一个人家出生 不晓得是在六道路哪一道 知道的 住胎也不知道 出胎也不知道 多数的人 那这个是讲到 讲到这个 这个就是入胎式 那他说 世是生死业报的核心 后代的维世学者 以玉手的阿赖也世为中心 来说明生死渣染的一切 可说是吻合佛意 因为这个是 因为六四 如果只是六四 人而彼得生 那么 可是你没有这个生的时候 你这个生刚到有的时候 那个是在哪里 所以有一个 有一个入胎式 那他说 这个是吻合佛意 就是后世的 以阿赖也 来说明 就是说 你为什么会有生死 其实是因为有这个世 这个是 没有办法 不知道怎么讲到 就讲到阿赖也世 好 原始洁生的世 就有明色之的神奇 世一旦入胎 这个明色 就是这个受心卵 就开始会生长 就好像那个碗也一样 即使不在母体里面 碗是在母体之外 那么他也有试在里面 就受心卵 但是有温度 就好像母亲的脊带 有输送两分 可是他不在母亲 他这个母鸡有温度 即使没有母鸡 但是你有温度 有孵蛋肌 一样可以 你看那个 你看那个乌龟生蛋 乌龟生蛋 乌龟不孵蛋啊 他靠什么孵蛋 太阳跟沙温度 母鸡孵蛋 但是乌龟不孵蛋 乌龟怎么孵蛋 有的乌龟好像 乌龟就把蛋 产在那个沙里面 然后太阳晒 然后热 热了一段时间 成熟了 蛋肌就拖蛋就出了 那有一些动物很多也生蛋 他也不孵蛋了 他也不孵蛋了 像鱼生卵 鱼生卵 那个卵几万条的 他也不孵啊 那个卵凸出来 他就在海里面就慢慢慢慢长成啊 那个氏就会让 因为你氏 如果氏不在 那个卵就死掉了 那个蛋 那个蛋就死蛋了 就坏掉 错掉了 没有那个氏在里面 那 一般叫做受暖氏 受暖氏 慢慢也是这样 就是 没有那个温度 你没有那个氏 它就温度不持续 或是 它就 这个 这个就坏掉了 这个蛋就坏掉了 那胎有也一样 它都变成死胎了 所以 它这里 那么 那么 开始就有明色之的身形 那 明是心里的 色是生里的 由于是的洁生 身心就开始发展 那一般不明 明跟色 以后再来讲 明色其实有很多种说法 不过这里从胎生学来讲 明色就是 这个 在妈妈肚子里面 誓源明色 那个肉团的阶段 那就是明色 就是它有誓 它是也有这个肉团的 这个物质的东西 又跟缘血还没有长出来 这意思是说 我们一切身心活动 是要依于有取式 那么 有取式基于就是 带着烦恼的这个先世 那一般我们都把它 说作灵魂 那佛宝不讲灵魂 会误会 所以就叫做是 阿拉也是有取式 那么有取式 其实就是 直取这个身心 那么带有烦恼的 直取这个 这个身心 带有烦恼的这个心 明色 直取明色 带有烦恼的这个心 那么这意思是说 他讲 这个 由于是的洁生 那么身心就开始发展 照经上说 不但因事有名色 也因名色有识 所以 有时候会讲 事有名色 名色有识 这意思是说 我们这一切的身心活动 是要因于有取式 维世学中 叫做阿陀纳士的摄取和存在 阿陀纳士 有时候叫第七识 直取 直取 那么 反之也因为身心的活动 有取式 才能存在 这个是 基本上 有部位要解释这种说法 就立于 有取式的这个名词 那维世就立阿拉纳士 正向没有领袖 就不可能有群众的组织活动 如果没有群众 领袖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但在十二元其中 着重在四元名色 应该解说 名色是金血和尔后 还是若同的现代 所以导师在把这个名色 就是从胎生血的立场上来说 就是 第一个先由 这个由取式 入胎 就今晚而二 这个今晚就开始分裂 开始慢慢慢慢 然后 开始长生 聚足 然后 再生出来 就被忍忍 那这个 这个里面 他先讲到某一个所谓的 臣 就是 他说 四元名色 他说 就像 没有领袖 不可能有群众的组织活动 没有群众 领袖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那这个是杂阿拉纳固经 1175经 他叫做 有一个臣主运 可以参考 这臣主就是领袖 臣主 老师讲的这个就是 讲的这个屁育 没有领袖 就不可能有群众的组织活动 那 他是这么说的 他说 譬如 譬如 有边国王 就是有一个国家的国王 三智成碧 非常善于治理 他的国家 那 门下兼顾 交道平正 这个是用来比喻这个 市民社 交道就是交通要道 这些都很平 很正 就是大道 很大很正 一是城门 治是守 这个城 一般城 那个城都有四个公门 公门西门南门北门 一般都有这样 那 那市城门就有四个守户 西街充会知情来去 聪明有智慧 因为城门就是有进出的 知道什么人哪来什么人去 为什么来为什么去 这个好像海关一样 丹琪城中有四交道 安这传道 那这个是在比喻 等一下 我们再来看 丹琪城中 这个城门 这个旁边有四个门 这个城旁边有四个门 那城中 比如这个是城 这个城的外面 那当然 这里进来有一个城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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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里进来有一个城门 那这个城中 他说当起城中 有四交道 有四条 这个城中里面 有四条 有四条 交道 交道就是交通要道 交通大道 那 安置床大 那你们有一张床 陈主坐上 这个陈主就坐在上面 他只是这样 然后说首位成者 乙辟 用来辟 佛说这个经 乘 义辟 人生 就是我们的人生 出色 就是地水龙这些 疲漏 补毛这些 四门为四事 四四柱 四四柱我们知道 五蕴里面 色受想邪 五蕴 五蕴 色 受受想邪 现在重点在讲这个四 四一这个儿柱 这个是色 这个是明 明色 那么所以这个叫四四柱 四一这四个儿柱 叫做四眼明色 四四柱 那么明色也因四 而得增长 那四圆这个 所以说四圆明色 明这一次 他是在讲这个东西 那这里这里 这色受想邪 就是四四柱 就是四所一的 这四个 四一这四个儿柱 所以叫四四柱 四种四所一柱 那 四门为四四柱 陈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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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间做一个陈主 那我们就 稍微有一个 有一个概念 有一个想像 陈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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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有取士 就是这里说的有取士 要一有取士 所以发出论说 我说臣子我记有取士 四受音就是有取士 有不说的有取士 四受音就是有取士 这个是讲到这种领袖陈主 有这样的一个批语 那我们下看 从此名色而尽一步开展 就申起颜耳鼻舌加上生意 有了六处的差别 这已经到形成人体形态的阶段 就生意里面开始长出来 手 脚 眼睛 鼻子 他也都长了 他说胎中虽然有颜耳等根 但还不能见色为生 要看 看几个月 有一些 有一些胎儿好像在肚子里面 他眼睛还没打开到 眼睛是伸出来之后才打开 但是耳朵好像有些耳朵已经有救援了 这个还要研究一下 现在疫情很发达 一般都会知道 那身体是很早就有 眼睛的感觉就有 就是眼耳鼻舌生 液色身香味嗅嗅 这个生 身体的感觉是很早就有 眼睛都有 眼睛还看不到 眼睛伸出来之后才慢慢打开才有 那耳朵好像就有天然 鼻舌 鼻子跟舌头就不知道 这个要看一下医学的 这个不难 插一下就有 可能Google就有 那就是六根他的先后 应该是眼睛是最后出来才打开的 其他的好像都有 那鼻子 香味 臭味可能也还没有 那吃东西 那个时候还没有吃 舌头可能不知道舌头有没有作用 不知道 不过他还没有用到舌头 他的长分都是从目几间输出去 不用到 所以六根 他说 不过身体的接触很热啊 这个确实已经有 生根已经有 然后 生根应该也有 好 所以有些会放音乐给他听 放音乐在胎 就是在胎里面就开始放音乐 那有没有作用 有作用 他会对声音刺激 会有反应 其实会有 好 所以他说 一旦出了胎 六根开始六层境界相关色的互动 那我们说大部分是出胎后才有 但有一些像声音 不需要出胎才有 胎里面就有 那 根尽相处而起 一般的认识 认识 这个也叫做处 那这个处跟我们 就 我们说过 这个处跟生处的处 处有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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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是眼耳鼻舌身 就是眼耳鼻舌的声音 射身相对处好处好 这里 这里是根尘似何而生处的处 那佛法在讲到这个的时候 那么 他是有所谓的 我们先讲这个处 这个右根 根 六层 右根就是眼耳鼻舌的声音 六层就是这位声音相会处好 那根尘 根尘合合 生 眼耳鼻 就会有识引起了别 就识 识就是了别 就六识 眼耳鼻 耳鼻 识在 就是根尘合合 眼睛对射法 就会有眼耳 识在这个 这里的地方起作用 就是了别的这个设法就叫做眼识 了别的这个声音就叫做耳识 了别的这个味道就叫做鼻识 香跟臭 了别的这个酸甜苦辣就叫做蛇识 就眼耳鼻舌 就六识 所以它重点在了别 分别而已 它就有六识 就是眼识 眼识乃至于义识 就是这样 那跟层识 这个层里面有一个色生香味醋 有一个醋 色生香味醋吧 它有一个醋 它有一个醋 有这个醋 这个三个合合 三个合合又有一个醋 那这个醋跟这个醋不一样 这个醋 基本上就是像我们身体 比如说神体摸到这个玻璃 它有什么醋 第一个 这是硬的 第二个 这是冷的 暖 硬 冷的 類似像这样 那这个是醋 这个只是醋 那这里的根层识和有深处的醋 这个不是 这个就是对这个 对这个整体的认识 它不只是 比如说 比如说我摸到这个玻璃 冷 冷 热 这个是醋 身体接触 这个冷 热 可是我深处 我就知道 这个是玻璃 它是在这个境界整个认识 比如说我摸到这个水 这个是冷的 那当然只是冷的而已 可是我知道 这个是暖的 然后冷的 然后这个是水 这根层识和有深处的醋 我们来看 跟深处的处不一样 那么根茎相处 而起一般的认识 叫做处 那这个处跟摄身相处 触好的处不一样 这个是根茎式和合 根茎式三者 因处和合 也可说三者的和合 和也处 认识开始 就到了重要的观点 先有这个认识 在触对境界 首先发生 合一的不合一的 或非合一不合一的反应 这个叫做可亦处 可亦处就是热 不可亦处就是苦 聚非处就是不苦不乐 就是有什么 有受 那这里不幸的众生的认识 是不离无名门壁的 无名相遇 就是你有智慧 随着这个境界转的 那么懒着以境界的 这个都无名相遇 那如果你是有智慧的 随着境界转的 那么这个就是明相应处 所以触对境界后 会依自我中心的直取 起种种复杂的心灵 照种种的善恶行为 生死沦违是不能避免的 那么这个在佛法里面 它是这样子 讲详细一点的话 触受爱取有 如果我们从体验来说 如果我们从母命来说 我们把它中文来看 如果从母命来说 它是这样 色 受 是 那么这个是是 这个是生 它就会有这些新手 我们先看这种 然后再来看六处来讲 六处就复杂一点点 六处它是这样 先有所谓的内六处 内六处 然后有外六处 内六处 内六处就是六根 那六根就是我们讲的六根 六根就是眼耳鼻舌生命 就是禁界了 六层进 就是射身相位促法 就是禁界了 六层进 就是射身相位促法 然后有所谓的 这个我们刚才讲 跟层合合就生世 就会有六四 所以开始就有所谓的六四生 六神 六四生 六四生 就是六四生 那就是掩世 然后到义世 演耳鼻舌生命 那么一般来讲 根层合合合生世 根层是合合生处 就开始有所谓的六处 叫做六处生 这个是六四生 开始从这里 就有这样 六处生 就是这里在讲的认识 根层合合生处 那么就有所谓的演处 一直到义处 眼耳鼻舌生命 到义处 六处生之后 根层是合合生处 处 处聚受享世 那我们是这样 根层合合生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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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层是合合生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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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处 那三个开始之后 根层是合合生处 就是这里讲的 可疑不可疑的 然后后面开始就有 根层 根层是合合生处 这三个之后 之后就生出什么 兽享之处去兽享之 这个诗就是回到五印 行心手是以诗心手为主 那是有关联的 就开始有这些 我们先往这边看 依佛陀说 基本上讲详细一点 内六处外六处 然后开始有六四处 开始有六处身 六处身之后就有什么 六瘦身 就开始有六瘦身 因为处之后是什么 瘦 眼处耳处就有六瘦身 就是有六种 眼处生瘦耳处生瘦 一般叫眼处所生瘦 就眼处 眼处之后就会有瘦 眼处生瘦 乃至于 亦处生瘦 就眼的鼻子身也都一样 然后六瘦身之后就有什么 六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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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响失耳 然后六响身之后就有什么 六思生 就是这个 这个的一个反应 那六响身当然就是眼处生瘦 都一样 眼处生瘦 就是因为处之后有受响失耳 那这是武艺里面的受响水 眼处生想 到意处生想 然后想之后有失 一般有时候叫执勤 执勤 这个意志作用 那么决定作用 审律决定 那么六 眼处生瘦 这些都一处生瘦 那之后 这个之后就开始 就变成什么 重点六响身 就是爱 就是缘起里面的 无女缘起 行缘是四缘云色 云色缘六路 云色缘六路 六路缘处 处缘受 受缘爱 爱缘取 有时候讲到这里 缘起是从这里 这里都包含在这里 受缘爱 爱缘取 取缘有 爱 六爱生加重 就变成取 爱加生变成取 炼着加重变成取 取就又有未来的生死 就变成这样 所以你把缘起 五欲六处 合在一起看 它就是这样的问题 这有六爱生 六爱生当然就是眼处生爱 眼处生爱 一样 这在阿兰经里面 它是这么 这么来说的 眼处生爱 那如果我们把这个 配合五运 配合缘起 十二缘起 无名缘形 行缘四 四缘云色缘六 六缘处 它基本上 讲详细一点就是这样 他这里说到 这里说到这个 先把这里看 就是说 那么一般众生 起无名相应处 触对境界 会依自我中心的直取 起种种的复杂心 简单讲叫受想吃 照种种的善恶行为 生死轮回不能避免 因为那么就会有爱 行为就是爱 看爱照页了 那之后就会有有 所以佛教这个例子 要守护根本 密护仪根本 就是在内六处外六处里面 就是一样看见这个东西 一样接触到这个东西 但是起烦恼不起烦恼 就有差别 起贪奈不起贪奈 是带着名相应跟无名相应 的差别就在这里 接触的境界是一样 佛也吃饭 我们也吃饭 但佛吃饭增长智慧 我们吃饭增长无名 不然一样 那佛也被人家骂 我们也被人家骂 佛也很多人骂他 未到我骂他 未到我骂他 但是他不起烦恼 我们被骂 我们会起烦恼 起了烦恼 我们会骂回去 又照页 基本上是这种情况 那佛被骂 他只是怜悯这个人 一次而已 他起慈悲心 但是我们被骂 我们起承认性 就不一样 那佛被骂 他用智慧看见这个人的烦恼 那我们对吗 我们是用烦恼 来对应别人的烦恼 不一样 所以这个就是差别 所以要叫我们要怎么样 一开始要守护六根 密乎根本 就是我们在触对境界的时候 所以要尽量防护 有起觉心 不要在境界上懒拙 那懒拙基本上就是贪跟撑 主要是这个 所以他说 佛教界的地址要守护根本 但是阿安经里面 佛喝着这个低神 说他不守护根本 然后赞叹这个烦恼 他守护根本 烦恼是就是在触对境界的时候 常常带有警觉性 不会随着境界走 那个低神不是感濁于无欲 又喜欢又吃饭 吃饭也吃到跟烦恼相应 睡觉也睡到跟烦恼相应 同一天像这样 那平常也都跟烦恼相应 那烂头就不会 就是守护右根 所以密户于根本 饮食之洁量 这陈古之道在前面也有 后面也有 密户根本什么 饮食之洁量 那么勤修护一家 睡觉的时候也不放心 那么依正师而尽 基本上这四个是 就是修行的方便 所以在跟进相处时 如有智慧的观照 就称为明相应 明相应处 那这样就能够怎么样 突破 突破 这个生死 一直烦恼造业受苦 烦恼造业受苦 这个叫做生死的所愿 就这样的连锁 我们先下课